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我個人非常欽佩的一位前輩 他的原名叫做無庸良大優甘 有點奧考 但是很有趣的是 他比較被人家知道的名字叫做石多醫生 日本人的名字 在1949年之後他的名字字笛群他叫做高醫生 他們的家族亞塔 亞塔尼烏干納就是高家的名字 他是基本上在阿里山的周族裡面是五個然後四族裡面的其中一隻 但是高家都是一個原兵非常稀少的族 我今天來講他的故事 這幾個字是在他的墓碑上的一個科文 他寫說他的這一生是有愛有恨但是無恨 那容我花一點時間來講他這一生的故事 我個人非常喜歡尼采裡面講的一句話 然後很有趣的是高醫生先生有人在他的印象之中 他曾經走了兩天的山路 然後呢 原來是原始的草林裡面 然後到第二天的晚上 忽然發現一個日式建築 裡面的人 裡面的人 整家人全部講日文 非常流利的日文 聽的是華格納的音樂 書架上來的是日文的題材書籍 然後家裡的裝飾跟日本人 比較有錢的家庭的裝備是一模一樣 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他無法想像在那麼深山片野的環境裡面 有這麼一家有教人的無化的家庭在這裡 那我為什麼要用尼采一句話 因為尼采他講過 他說 世上總有一條除了你以外 別人無法走的路 高醫生是如此 各位是如此 你我也是如此 我們總有一條是別人無法取代的路 但是如何讓這一生走的有愛有恨 但無悔 我覺得這是一個今天的演講 總有一條也是主題 那在1895年 我們都知道1895年 日本 蜻蜓把台灣割給日本 那自此之後 不管是日據也好日誌也好 這段時間就是日本人在管台灣 那管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一個就是抽稅 我在這邊要先講 在日本來說 接受教育是義務 扶勞義也是義務 繳稅也是義務 但是在原理來說 我們刻板印象他會說 日本人對原理不好 經常叫他們出苦意 苦意或勞力 但是對日本人來說 他是一個公平的表現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來說這件事情 因為後面會舉幾個原民的例子 是他不想扶勞役 所以他把戶口搬到室區去 他用繳稅的方式來取代他的勞役 所以有些院子上的一些落差 其實基本上也是我希望在這個小型的演講裡面 可以灌輸與大家的觀念 在1995年日本統治台灣 然後李鴻章說 台灣哪多富於高平之地附屬企業 那日本人剛來台灣的時候 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氣去去了解這塊問題 他也知道裡面有非常多的問題 包含經理也無法處理的問題 就是漢人跟班人之間的問題 我今天用班請允許我們班這個字 因為在那個時期 大家用的原住民的詞叫做班 那1890年的台灣是什麼樣子呢 日本人剛來台灣 但是呢我們的刻板印象是 以前清廷的人還留下來 原民還是保持以前那個樣子 日本人還是另外一個世代的東西 他基本上模糊的界限並沒有那麼清楚 那在這邊其實有一個詞 我覺得大家先學一下 原住民講說不是後浪或是白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提過這個詞 其實這個詞理解非常簡單 講台語什麼叫做後浪 講壞語 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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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浪的意思就是 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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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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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浪就是販子一般的漢人叫做白浪 因為漢人會騙他 會欺負他 那誰是洪浪呢 客家人知道嗎 因為在那個時期裡面 客家人也算是被壓購了出去 所以對原住民來說 猴浪就是客家人 客家人也是付出勞力去賺取他為國的日常生活的薪資 這叫火浪 白浪的意思 就是在山下跟他們做生意的漢人叫做白浪 那這邊有放一下當時的一些狀況 基本上在日本時期跟現在有什麼最大的不同點 除了手機以外 電視以外 但是沒有那麼不及 也很少 除了電視以外的汽油 在那個年代 瓦斯爐到現在 基本上長相是一模一樣 冰箱也有 所以在那個時期的台灣 基本上沒有遭受到太嚴重的一個戰亂 有騎車 甚至還有人用剛買的摩托車在台灣狀態 也有腳踏車 所以在那個時期的台灣的GDP 是全亞洲第二 第一到五十七分 但是我們先不講大盾馬戰爭 二次大戰爭的那個時期的事情 先講單純那個時期的台灣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各地都有些建設 也有看出來非常洋化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可以再講另外一個主題的話 那日本時期 日本人在台灣做的難性的事情 其實對他們來說 最痛痛的是原理 但是最好處理也是原理 怎麼處理 讓我跟大家敘述到了 在我們的刻板印象裡面 早期的台灣好像過的 不是非常的現代化 其實不是 在早期的台灣的新生報裡面 可以發現很多非常有趣的廣告 其實非常具有設計感 非常的有趣 在那個時期你要拿一把牆 在報紙上的廣告都有 而且他會跟你講說 這把牆的性能多 從哪裡來的 很有趣非常有趣 來 先進入到主題的故事 曾經有一位叫做早晚先生 他年紀大概六十多歲 他有一次在家裡的屋頂上找到一箱 他祖父留下來的木頭箱子 所以他就把這個木頭箱子打開來 發現有一個日記本 還有一些老照片 他就覺得很有趣 他的祖父在1900年的時候 有兩年的時間在台灣當地 他是中衛權 然後日本人在台灣做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蠻有趣的 等一下後面也有照片 是他們做了一個總督府所有人的職員名策 從1896年開始到1944年 每年都有很厚厚的職員名策 誰在哪個單位服役運薪多少錢 戶籍多少 都記載得非常清楚 老闆何世昂也是能記載的 那這個老闆先生他就很有趣 通過照片知道說 他的祖父來過阿里山 裡面有個像個阿巴尼 阿巴尼會講日文 他也講阿巴尼是少數的阿里山州族裡面 會講日文的人 所以他就到了現在的阿里山 問人家有沒有在那個年代 有一個人叫阿巴尼 然後呢 他的姓氏叫做 你看看 一早 Bingo 找到了 這個人的孫子現在還在 所以呢 針對著這筆照照片 發現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在招攬德士郎這個日記裡面 在嘉義縣制裡面 有一個專門 專門記載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阿巴尼也很有趣 在1895、96年的時候 其實早期的原民會下山替漢人打工 所以他們有三個 一群年輕人下山幫漢人打工 打工完了之後 有三個原住民又想說 那我留在山下看看 因為日本人當漢 所以阿巴尼很有趣 他就每天坐在港口旁邊 嘉義不代表旁邊 看著日本人在抄逼 然後日本人做什麼動作 他也可能做什麼動作 日本人就覺得他很有趣 他也沒趕走他 然後有一天看不下去 主幹說 把這個人抓起來 抓起來了 他說他身上有些不利 他抓起來 抓去洗髒 抓去噴尿 這個阿巴尼之後逃跑 逃跑之後 昨天有個人 繼續看著這些人抄逼 所以這些日本人就覺得很有趣 那我用我的語言 教你 讓你能夠聽得懂我的語言 好不好 所以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阿巴尼在嘉義接受日本教育 學會了日文 學會了寫日文 甚至日本人還帶著他去日本 有了三五月的時間 這些紀錄都有資料存起來 阿巴尼在哪一天 去了什麼地方 看過什麼東西 很有趣 在那個年代裡面 除了阿巴尼以外 還有他另外一好朋友 清安 就這兩家的人 留下來了 接受日本教育 之後被日本人派到原本的地方 擔任同意 基本上我們都拼光 都看過所謂的 莫娜魯道的電影 叫做賽德克巴萊 很有趣喔 這些都是事件發生的地方 都非常殘忍 原民在到底為什麼那麼喜歡阿架 基本上呢 對他們來說 日本人跟漢人跟其他族是一樣的 你欺負我 我就把你學村堵掉 等一下還有其他故事可以講 但是呢 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比如說像西小川 西小川世界是阿美族的世界 阿美族是一個武器社會 男性是完全沒有任何體位 所以但是呢 扶勞役是誰要去扶勞役 男性要扶勞役 被派去開墾蘇巴東路 出去一個月過去 兩個月過去 這些男人開始交召不安 為什麼交召不安 他心裡想說我再不回家 我的太太會把我修掉 所以西小川世界基本上是一個 日本人不瞭解一個著名的風俗習慣 而針對所謂的武器社會裡面的一個抵抗世界 你不要讓我扶勞役扶那麼久 我要回去不然會被修掉 再來物色的事件 基本上也很有趣 早期莫娜的古道是幫日本人當下寶 但是後來就換不到 這裡面的細節不多談 但是其實有一個東西要有 概念要有 就是原民對土地的概念 原民對土地的概念是這樣子 我家這一塊的土地當然就是我的獵場 可是這一塊獵場是 真正到我三窮水盡的時候 這一塊獵場還可以維持我最低的生活水平 所以他們的獵場很不斷地往外 當往外的時候就會跟別人的獵場打成窗戶 所以對他們來說 土地就跟他們的身體一樣 所以我曾經聽過一個長輩講 他說他的父親曾經有一次在山上 然後看到阿美族的人偷偷跑到他們家來練業務 所以他就守在那個地方 可是當阿美族的人經過的時候 他跳出來他說 他就說你在我的身上怎麼可以亂買 他們把土地當作身體的部分、生命的部分 那至於賽德哥巴萊是不是一個英雄 他是一個英雄 他壯業的提升他自己 帶著主人提升他自己 可是回頭都想 跟高醫生他其實是非常極端對的 我們才會講什麼是一個好的民道人 我希望我的這個簡報也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比較新的講法 那台灣這些組裡面也只有中族 沒有跟日本人發生嚴重過的血腥暴力從來 其他都打得非常慘 包含泰國 包含大爆戲 大爆戲其實很有趣 每次都會聽到一個人 大爆戲是打到不想打 所以他們的頭目跳出來說 我不想再跟你打得好不好 但是我給你交談條件 什麼條件 等一下跟各位說 日本人大概有三個比較明顯的一個立法政策 一個叫做使政鎮壓 一開始就做鼓勵鎮壓 你不憑我就鎮壓你 然後發現鎮壓這個成本太高了 他們甚至在身上弄一個派出所 那個山坡全部都要把數據不看光 而且都要放鐵絲還有電線 因為他們對原民的實力真的太不怕 太巨大了 所以他們突然發現這件事太不可行了 所以他們開始做一個真正叫教育童話 我用教育來改變你來認同你 甚至讓你來認同我 所以呢在1945年之前 應該嚴格說像1943年之前 已經做到了 幾乎所有的原民都有日本信息 而且所有的原民都有接受過日本的小學教育 最起碼聽得懂看懂 所以在目前的日本時期 還存留在來的原民的老人都會講日文 高一生的兒子從來都沒有經過他歸日本的土地 在2017年的時候他應邀到天理大學演講 他一開始用他自己認為的日文去發表演講的時候 台下的日本人都呼了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聽過很少很少聽過 那麼用詞典雅跟古典的日文 而且通常是由一個台灣的原民嘴巴講出來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最後就是亡民化運後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發生所謂大東亞戰爭跟二次大戰 對日本人來說 漢人是一個不太可信的族群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中國戰場發生戰時 所以他們對漢人其實基本上是不相信 但他們為什麼對原民相信 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原民跟我要打架 可是呢 可能過了一個月之後 河台之後又裝作沒事一樣 為什麼 對於原民來說 我今天跟泰國合作打架 我今天跟隔壁的村打架 我是把對方的村都滅掉了 我都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認為對我來說 日本人、漢人跟其他村沒有任何差別 更有趣的是 在烏似的事件爆炸之後 賽德克族被強迫 牽留到一個侵犬過路 那發生了一些問題 只剩下五百人 可是呢 十年之後 當響義大東亞戰爭的時候 賽德克族去的人追過 為什麼 他有十年的時間沒辦法打架 突然有人說你可以去打架 他非常高興 因為對他來說 幫日本人打架 跟我在自己的土地裡面 跟米人打架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性 而且打架才能凸顯 我這個人到底有多勇猛 當然留在家族事 我想推薦各位看一本書 裡面的故事 基本上可以拍一個非常好的電影 這個主角他是 他有一個日本爸爸 有一個太太的媽媽 他歷經了牧師的時間 可是在他母子裡面 他一直認為他是日本人 所以他娶了一個日本太太 但是他後來選擇留在台灣 但是他傳教 他講語文 他的日本太太幫他翻譯成 國語、普通話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很 基本上在這幾個故事裡面 每個人都是悲劇 每個人都是神分的跟同 沒有所謂的對錯 但是大家都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個主角 好再來 剛剛講到大發色的 大爆色的同步說 我不想再跟你打了 所以我要跟你談條件 談什麼條件 我希望讓你 讓我的小孩可以接受到你最好的教育 所以大爆色的同步 讓他的小孩接受日本教育 他成為了在台灣接受到所謂醫生教育的 在他們組裡面是第一個 然後隔壁這位是第二位 但是這兩位都是同步的小孩 或是長老的小孩 這兩位的故事很有趣 中間這個座的這位叫林貴昌 中文名字叫林貴昌 然後日文名字叫做杜琴三郎 一開始就叫杜琴三郎 後來日本人說 我讓你娶一個日本非常有名 旺的家族的女孩子好不好 所以他就誤贅 給侍領我一個非常有名的 叫日銘家 所以他改名叫日銀三郎 但是呢 在長多古秘路很有趣 杜琴三郎的戶籍 一開始是桃園 但是呢 在戶籍之後他的戶籍變暗緣 所以戶籍會跟著戶籍這件事情做改變 我覺得已經有趣了 再來 站起來這位叫高企順 他的日文名字叫五度負一 他叫盧松哈佑 他用的是非常普遍在太陽族的一個戲劇室 那這兩位都是原名的醫生 而且待遇非常高 在那個時期基本上我們都會說 大概十塊錢可以共四孔之家過一個月 他們的約行都破壞了 都破壞了 過得非常好非常富裕的日子 那米瑞昌這位他基本上因為他太太家的關係 太太家在東京有天宅 有房子 在奉天也有宅地 所以在他很多老照片裡面 他做了很多去東北的照片 在東京的照片 在日本的照片 過得都是非常上流社會的日子 所以基本上在那個時期裡面 絕對不是像賽德克巴萊一樣 穿著穿著服飾 光著腳在地上好的人 那個時候的人都穿得平衡 代表身份力 再來 還有更早 這位比較難置信 一開始的時候他只有一個名字叫西西蘭 所以日本人比他自信 但是因為沒有性的關係 他自己加了一個性質 他就很自信 他在那個時期 他是非常有名的樣蟲跟業績的專家 他也是圓名第一位信義 他在一九三幾年的時候就要退休了 那個時候他的退休金是約約一百塊錢 很了不起 但是呢 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弟兄弟 基本上也可以拍成一個電影 他的故事是什麼 馬治理的父親是道道弟弟的漢 他也是道道弟弟的漢 他是下 他是黑道 gefunden大 馬治理的父親 他是天地會 在得罪了仇家之後 仇家把他整個家都滅掉 只剩下馬治理的父親抱著還在強寶中的馬治理 偷偷坐船奉到台南 可是在台南還發現有天地會的勢力影響他 所以他就帶了馬志玲繞過臺灣南部 到了臺灣的東部裡面最裡面的部落 並且入贅給當地的士族 入贅給當地悲難的一個民族 但是馬志玲也很有趣 因為晚上白天跟著原民的小孩到處打架 晚上在家裡學習愛子 然後馬志玲也非常的爭氣 很快的時間18歲不到就統領了自己的部落 然後再把其他周圍的部落全部統一起來 所以我們都會講所謂的非難王非難王 其實講的就是馬志玲 在日本時期日本嚴格禁止 所謂原民之間互相納共的事情 小的士族、小的族會向大的士族納共 那個時期日本是嚴格禁止 但是唯一不禁止的就是讓馬志玲納共 他收稅從花蓮一路到墾村 都是他的遺憾 所以馬志玲的故事超有趣的 來台灣的時候老小孩親自接見他 跟他想說我送你一座山到馬志玲山 這些都是他們的故事 再來 還有一個人其實跟我們的主角是同一年生 一九零零八年生他叫趙萬華叫做Opaitaro 他也是童木的小孩 童木是這一位 但是因為照片的關係我們看不到 他穿的是日本的胶鞋 就是腳趾頭是有分開的胶鞋 那個時期基本上這些老照片裡面 童福不見穿的是日本正常的國民服 這件事情其實很有趣 地國人看到為什麼要提到他 他是台北師大畢業的 但是在後面的日子裡面過的日子 基本上跟高一生先生是一模一樣的 留下來當警察 然後國民政府來台之後當警察局長 但是因為他會講日文的關係 所以他看管張學娘 在新竹的山上將近快十年的時間 這些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原理請貝 但是我們鮮少去提好他 回到我們的主角 主角高一生先生是1908年7月5號出生的 他是他們家最小的小孩 上面還有兩個 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他叫吳用 然後日本名字他一開始叫史多 因為高家的姓是亞塔 亞塔基本上就是史田 也可以叫史田也可以叫史多 那史多一生的日文名字叫做亞塔 亞塔卡茲羅夫 一生的基本上一生的發音 他不是李秀是卡茲羅夫 卡茲羅夫也有勇氣的意思 松井降頭羊的名字也叫卡茲羅夫 他是基本上他因為父親的關係 接受日本教育 所以日本他的父親對他的教育 基本上是非常的重視 但是在他十歲的那一年 十歲的那一年 他父親跟人家比賽仗語 就是看誰的乙氣比較短 代表誰的教育感 所以發生的意外 發生的意外之後他的母親 因為在周祖有個習慣就是 當父親不在的時候 母親被搶過要趕嫁 所以母親肚子裡面還懷著一個 所以趕嫁到度假去 度假就是把無縫幹掉的家族 現在的下長也是度假的 現在下長很多外號叫他度老 沒有去 然後基本上高醫生到三下免俗 因為他父親也受到 大宗九弟跟土居沒水這兩位的照顧 所以這兩位前輩就把高醫生帶到三下去免俗 一開始的時候 在十二歲的時候先接受小學教育 因為已經晚了 但是呢 他每次回到家的時候 這兩婦人家的小孩都會說 搬人回來 搬人醫生回來 他心裡面其實這樣很舒服 所以他很努力的做一件事 就是我要給你們會唸書 所以他學習學好一次 學習唸書 他考上台南師範 在那個時期考上師範 是一樣不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唸大學還要站過 這是後面還會講的事情 再來這邊是剛剛講到的 就是日本人在台灣的時候 每一年都有做一個叫做 總督福祉職員民策 在裡面都會輕輕足足找到誰 在哪一年做了什麼事情 月薪多少錢 戶籍在哪裡 我覺得日本人在這件事情 他非常的很期望 比較可惜的是1955年 因為正確替換的關係 這本件就沒有在做 所以很多東西都發佈了 但是裡面有一個東西 我想提的是 土居美水 土居美水基本上他是台北 在日本時期台北市最後一任市長 但是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拿他們要去台北市文獻會 他們居然沒有做 日本時期首長的任何資料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土居美水的 就叫做土居美水 他是觀光區的總參謀 也是一個會來白團 就是日本人的參謀 在台灣駐戰的一個最主要的推手 但是很少人去提到他 我覺得蠻可惜的 好 再來 在那個時期基本上 接受師範教育之後 就等於文官 他是有配刀的 他的機質基本上 比警察的機質還要高 所以他回到山上去任教的時候 在某一些特殊的場合裡面 原本他的長官看到他還要進來 這就是因為他有接受過 那個時期的高級教育的關係 所以因為他教育程度高 所以他擔任國小失職 他也接了五班級 他有配刀的 他那個時候接的是 一到三級的國小班級 再來在1945年他做了哪些事情 他在年輕的時候 基本上也蠻敢判的 所以喜歡帶一些年輕人 去做一些抗議的事情 抗議什麼事情呢 因為他有三項念書 他發現衛生習慣非常慌 宗主是由家葬習慣的組織 什麼叫家葬 家葬就是把過世的親人 然後埋在自己家的地板之下 當葬滿了之後 這部甲就會往下埋 但是親人葬在自己的家裡 雖然有一匙的距離 可是還是會有味道 衛生習慣不好 另外一個衛生習慣不好 就是要掛瘦手 雪年裡的頭 就直接掛在自己的家裡 等著風乾 只要掛了一顆一個月之內 味道都非常難問 所以他帶著年輕人去抵抗這件事情 不要再加賬了 不要再掛瘦手了 但是老人家為什麼習慣 讓他去做這樣的抵抗的事情 是因為我巫師說 高醫生是有待有天命的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的抵抗 基本上大家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可以對行那種順利 再來他在隱形的時候 有一個人要念富士忌 念富士忌在語言界裡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念富士忌他基本上在 從日本北海道開始 他要娶一個日本太太 他做了很多東亞族群的 非常重要的語言學的考究 他曾經花了半年時間 在高醫生的協助之下 做了唯一一本的周語詞典 這件事情非常良不起 再來就是日本人跟族人之間 重複也多養賴於高醫生之間的關係 周族有一個神話 他說我們曾經以從 有一個遠離的兄弟叫做Maya 所以日本人發現了這個神話之後 就跟周族人講說 我是你們施散多年的兄弟Maya 所以我跟你是兄弟 所以周族人就只好相信這些事情 可是你說周族人喜歡日本人的統治嗎 沒有 我自己也很想反判 但是基於你我是兄弟的關係 那我就同意下來了 再來我覺得高醫生最了不起的是什麼 這是也是因為我自己 這幾年在投入教育的關係 我認為教育是唯一感變身分不平等的 唯一工具 那個時候他用很多的力氣 甚至跟人家打架 甚至跟人家父母對話 都只是為了希望說 你們家的小孩可以念書 請你把他送到山下去念書 但是送到山下去念書跟現在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最了不起的是什麼 送到山下去念書之後 還可以再拿他們帶回來 而且高醫生是因為少數的台灣原住民裡面 強迫族人捐點錢在山下輸一套房子 讓學生可以有一個窩心的地方 這些事情其實也是非常新鮮的想法 再來那個事情大家最要再從1942年開始 日本人開始向原民正兵 原住民都非常的想要去幫日本人打架 而且打架都非常厲害 但是高醫生非常反對日本人去做這件事 他說我的族群我的族人已經那麼少 為什麼你要把他們抓出去當炮灰 在他們族裡面也只有高醫生跟少數份的人 是可以坐船去中國去日本去看看世界的人 他知道外面的世界並沒有想像中能那麼好 他非常的反對日本人像族人正兵 可是族人自己想要去還是想去啊 他哭著鬧著希望他們不要去 可是他還是去 所以他甚至他自己是一個人帶著他太太到高雄港 去迎接這些死去的骨灰回來 所以在一些口述歷史裡面都會想到說 他每每去扛那些骨灰回來的時候 他都哭得很難過 因為他認為他的族人不應該在這些地方做犧牲 再來他還有做一些事情 因為他自己在師旦學校訓練的關係 他自己會坐姿坐去 他除了做運動的歌曲以外 他也做原民的歌曲 也讓原民的歌曲在那個時期正式的被歷史記載下來 因為有一些的曲是透過他補曲的關係 把一些補掉補歌謠在那個時候做初步的最正義 所以到目前為止 很多州族的研究者都非常敢被高一聖先生做這些事情 再來還有栽狀麻祖的部分 那個時候日本人會召集各原民部落的一些精英 開一個叫做班秀才的會議 他是最早提出說 我們希望能夠栽充一些經濟作物 經濟作物就是栽充馬祖 也不是需要太多的管理 但是呢製成水乾之後轉成經濟作物 可以飄到山下去變換成錢材 讓我們的人可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他甚至會對自己的族人說 種麻祖有什麼好處 真正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我們還有竹筍可以吃 他的概念是如此 再來就是他會去山項跟漢人去交換些種子 早期道里叫仙道就是現在的再來米 米是比較長的 但是呢在早期阿里山沒有種茶葉 現在在種茶葉的田在以前都是水稻田 阿里山以前是可以少部分自給自足的原民部落 都是因為高一生先生的關係 這個人一定要講一下 這個人叫做鳥樹秀 這是高一生先生的弟弟 親弟 剛剛講過高一生先生的父親 在高一生十歲的時候 我媽媽改家了 改家到渡家 渡家的仁仙是叫做鳥樹 原名叫做豬樹 他讓他的弟弟接受的族人第一個 這個都一開北地國醫學大學 就是現在台大醫學院 他讓他的弟弟去接受到醫學院的教育 這邊我覺得我也蠻感動的是 這次我在台大醫學院調出來的資料 裡面想要說父兄是誰是多醫生 但是學被子住者是誰是高醫生 高醫生月薪四十塊錢 剛剛講十塊錢可以養四口之家 但是他們家的娃兒 他有七個小孩一個娘子 再加上弟弟的學費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讓我非常感動 因為他認為教育很重要以外 族人必須要有自己的醫生 自己的律師 自己的警察 自己的教師 才有可能往下一步去埋進 所以他在做這些努力 那國民政府來開了 他做了哪些事 在四五年到四九年之間 他非常的平妥的 讓日本人可以順利的離台 沒有發生任何奇怪的事情 什麼奇怪的事情 日本人在那個時期 有些部分人會作亂 有一部分的人會自殺 有一部分的人拆場會搶光 他讓阿米山的日本人 可以很順利的離台海外 再來 當阿米山的轉移行政管理權 他也擔任了醫院的校長 為什麼可以當校長 因為他在山下認識很多傑出的漢人 包含那個時候的陳成波 包含那個時候的醫生 他都認識 所以當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 這些人都會舉見他說 山上有個使脫醫生這個人不錯 可以擔任那個時期的行政長官 所以他在49年到49年之間 他也參加了南京致敬團 去跟中央政府效忠 團長就是剛剛的男智姓 副團長就是高醫生 老蔣、小蔣、老蔣太太、小蔣太太 都非常喜歡高醫生這個人 除了日語流利以外 代言揭露 甚至頭腦都非常的清楚 曾經有一些小故事是這樣子 小蔣的太太到阿里山去 然後阿里山的行政人員會主動播音樂給他聽 他播的是俄羅斯的歌曲 小蔣太太一聽到俄羅斯的歌曲之後 你一直就變了 因為他是白俄羅斯人 白俄羅斯人跟俄羅斯人跟烏克蘭人是不一樣的 高醫生也不講話 他就從他家裡 他叫他兒子 他也從家裡去搬兩大唱片來 跳蟲子歌一放上去 小小看他就笑了 甚至呢 會用簡單的日文 然後高醫生也會用他簡單的俄語給他做交代 他非常會去處理這些人際關係 很高超的一些人際守望 再來還有一件事情是 他去強硬的推動所謂的農產合作社 在日本時期 原民部落是有合作社的職務 就是讓三下的貨物可以到三下去賣 三下的貨物可以拿到三下來賣 但是剛剛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 合作社的職務是瓦解的 而且政府也不允許原民去做合作社制度 那他自己硬的頭皮幹 為什麼 因為他要確保山上的人不畏惡肚子 有經濟來源 再來就是他跟一對上共同推展 主要台灣原民的發展 對他們來說 這一批老前輩都是對原民有理想的抱負的前輩 他們希望原民的VLA可以過得更好 但是呢 也是導致他們未來 碰到一些挫折的最主要原因 對於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大概簡單提一下 就是台灣曾經發生過一些比較不太 比較不太正面的事件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些嚴重的衝突 在那個時期 山下的人會到山上去跟高醫生講說 你這邊回來的一些日本軍人 可不可以協助我們去維持一下山下的治安 高醫生一開始說 他認為說我這些人好過 因為才從大東亞戰爭九死一生回來 你為什麼要讓他們再到山上去 遺棄一些衝突 但是呢 剛打完架的年輕人 你絕對可以來不住嗎 來不住 所以年輕人會硬著下山去 下山之後他們跑到兩個地方 一個叫做維持嘉義的市區安全 另外一個就是維攻處上機場 他們圍的機場 嘉義市長 為了整整四天四天 但是最後是因為嘉義的市長說 不要再打不要再打 所以他們就撤到維山上 一撤回去就犯出事情了 所以嘉義的二八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這邊小他的小舅子 我也不希望我提一下他小舅子 他小舅子真的超帥的 我還跟他兒子說 我說當我找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還跟他的兒子說 我說你老爸這個好帥氣 我們都印象中 日本人都讓元明去曼陽當兵當炮灰 但是他的小舅子是到日本壽視關去 然後分配到中國的東北南關東去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個事情 沒有人知道 但是印象中 依稀似乎好像跟土居沒水有關係 因為他很拜託他的哥哥 安排他的小舅子 沒有在沒有打仗的地方上兵 東北是唯一沒有打仗的人 日本部隊 土屍外也不管他那邊沒有動 他在那邊當關東去照位 但是水上機場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順利的回通後面那部隊實驗事業 對很有趣 然後這邊也是他有找到資料 他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月薪多少錢 基本上高醫生很照顧他的親屬 再來 1949年之後還有做了哪些事情 比如說討好我領導先生 這邊是跟小蔣太太很高興的照片 然後這是跟老蔣的知情談的照片 小蔣非常喜歡高醫生的女兒 你長得太漂亮了 小蔣的兒子也很喜歡高醫生的女兒 你再追他 對 也有趣 然後那個時候呢 高醫生做了一件事情 讓所有族人都非常雀躍的事情 是在日本時期之前 周祖有個習慣叫做粉獵 粉獵就是放火燒山 然後獵人們在火線的周圍 直接一一代老的貨物族等業務跑出來 他們做了一個五十多年來 終於可以做的粉獵 老人們都高興的哭出來 但是也就那麼一次之後再也沒有 再來 高醫生也做了一件事 他說我們的族人越來越多 我希望我的族人可以過得更好 所以他跟當時的政府 台南市的市長叫袁國欽建長 他跟他講說 你可會把這新美跟山美 一些日本人的養牛的牧場 給我們當作一個地方 他也得到了這幾塊地 然後順利的開庭 讓族人可以接受到比較好的生活 同時間呢 他也跟漢人之間離奇了一些衝突 因為剛回來的日本年輕 剛回來打完仗的年輕人 脾氣都很不好 都很暴躁 所以跟漢人發持一些衝突 他都出入面去處理這些事情 再來就是他會讓更多的年輕人 接受高層教育的行為 他更希望所有的年輕人都可以到山下去 最起碼接受所謂的專科教育 所以在那個時期 阿里山的行政人員一半都是自己的 這是其他族群做不到的事情 再來就是他讓所謂的宗教 可以到山上去補教 現在我們在園民部落裡面 幾乎大家都是以基督教為主 為什麼 因為基督教最早過去 高一生是主要的推薦 為什麼 因為這些有資源 什麼資源 第一個驅蟲藥 他們會帶大量的叫野人草 再早期叫這副菜 去協助園民把身上的寄生蟲排掉 另外就是會帶食物上去 所以高一生他親自到台北請孫雅哥到阿里山去傳教 而且他也很努力的維持一個教堂的運作 再來最主要包括的件事 因為園民自治的關係 但是最主要的其實還是跟共產黨的接觸 證明知道這幾個名字都是共產黨人 像袁國欣剛剛講的太陽性縣長 蔡孝潛 就是唯一跟著毛澤東長征的台灣人 然後呢 洪六橋、張志忠、錦吉 錦吉的兒子叫做錦瑞 也是王永靖的大學 這幾個人都是 因為基本上還有一個人其實有學校的同學 也好奇曾經跟高一生的兒子想說 當你不是你父親的話 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 因為在那個時期 在自己動亂的年代 學生很習慣性的跑到山上去做禪 高一甚至嚴格跟自己的人講說 這些人上來就讓阿文過日子 甚至會主動和提供食物 所以在那個時期裡面 他知道沒有所謂的是非 但是讓人家活下去是他的最主要的希望 在那個時期 最主要會把他判斷的人叫做討益山 就是討大文夫妻的討者的主婦 在那個時期 所有的都是經過討益山的時候 因為相關的資料安全我們看過 再來就是最主要的是 因為圓民是一個非常繁節的個體 所以在那個時期裡面 最主要有兩個人的背叛 當料培養 說這個人是共產黨 所以高一生就淫無入獄了 那這張照片是在高一生先生的舊家後面拍子 這是林振動連戰的父親 那個時候林振動親自上阿里山 就是跟高一生講說 你可不可以下山去感恩台灣省議員 放棄想張 但是高一生不太感到 因為他認為他的家還是在阿里山 他希望能夠提供更好的資源 給自己的主任 再來 那個時期這個長相其實是 那個時期的日本留下來的監獄 長得是這個樣子 小小一個老公開關了五十幾個人 高一生那個年代當然有幾個人被阻止 但是我覺得不多提了 但是我想要提的是這句話 以便有一個受難者叫做方毅仲 方毅仲那個時候是本來是高一生想要 把他的女兒交給他 可是後來他的女兒不肯 所以方毅仲娶了別人家的女兒 方毅仲在那個時候他有遺言 就是政府說 你有什麼遺言 我寫給你的家人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請父母不要為了我的死而傷心 第二句話說 我絕對沒有做出對不起國家的事情 但是呢 到父母親手上的時候 只剩下前面的這句話 我其實對這件事情其實蠻難過的 但是歷史就是如此 也無從追究起 再來 就是我想花一點時間讓大家聽這首歌 就是這首歌是高一生用朱宇寫的歌 他自己有非常喜歡一座山 就叫杜鵑山 阿里山除了伊花以外 其實最漂亮的是杜鵑 因為甚至是杜鵑 還有另外一種特別的杜鵑 就是阿里山 長得非常漂亮 如果可以的話 讓我放一下歌曲 深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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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